畫面再借我一下 我們曾經有使用過AutoCAD 來畫這個置物欄對不對 當你畫好了以後 你拿給客戶看 客戶跟你講說 欸張先生 這個孔我要小一點 我不要那麼大的孔 孔我要縮一半就好 怎麼辦 怎麼辦 在CAD裡面怎麼辦 沒有怎麼辦 重做啊 怎麼辦 好當你孔縮小一半了以後 然後又拿給客戶看 那客戶又跟你說 張先生 這個既然縮小一半 孔這個間距再幫我設密一點 不然的話 這個孔不夠密 排水的時候可能不夠快啊等等之類的 那怎麼辦 再改啊 怎麼辦 你就再 你就再重做一次啊 無解喔 在CAD裡面 沒有辦法 因為做完了就做完了 你想要改變他的間隙 你想要改變他的數量 好 你如果他沒有一次性跟你講完 他分兩次跟你講 那你就要做兩次 浪費我們的時間 如果你今天的東西是用PROE做的 你是用PROE做的 你會發現 在旁邊都有所謂的模型素 它會幫你把間隔 它會幫你把你每一個階段的動作全部都儲存起來 哪一個動作有問題 你就改變哪一個動作就好 譬如說 今天我們的這個間距不要那麼大 好 那我們當初呢 我們在做旋轉的時候 我們當初的這個動作 以前是做10度嘛 這時候呢 如果客戶跟我講說 他只要做一半就好 那我就從這邊去改一下 5度 有沒有 選擇確定 你會發現 一口氣全部改完 那當5度改完了以後 客戶又跟我說 不要那麼多個 本來是24個 我想改成12個就好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再按一下右鍵 選擇編輯定義 再到這邊的24 我們改成12 改數據就好了 這時候選擇確定 你會發現 是不是可以立刻就改變成我要的一個東西 在做圖的時候 或許不會比較慢 你用AutoCAD做 還是用ProE去做 基本上 以做圖速度來講 以這個範例來說 或許兩者速度都差不多 甚至AutoCAD可能更快一點 可是呢 最後差別就在於 如果今天要做檔案的編修的時候 那AutoCAD就比較麻煩了 因為他所有東西做完就結束了 他沒有辦法做適當的修改 有的時候修改 比做個新的還麻煩 那你就不如做個新的就好 所以 在時效性來講 以修改的時效性來講 我們的ProE是比較快一點的 等一下呢 你可以試試看 我們再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一個 幾何圖形 如果我要對他出工程圖的話 在ProE裡面如果要出工程圖的話 我們也可以選擇新建 給他一個工程圖 然後呢 我們選擇確定進來 好 進來了以後 我可以直接選擇 做他的一個上試圖 這邊我做就好 有興趣的話 來上課 我們就帶你慢慢的操作 好 這邊給他一個上試圖 要有隱藏線 對不對 觀念其實都一樣 每一套軟體使用的觀念 其實都一樣 再對他做一個投影試圖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 我一樣對他做一個隱藏線 對不對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 我再加一個立體圖進來 好 那 這邊都還不是重點喔 重點在於 今天我要對他去標尺寸 在這邊的標尺寸的時候 他可以讓你用一個 自動的標註方式 點選顯示模型注釋 選你要的圖形 他會自動的幫你把這些標註全部標出來 然後呢 你去選擇打勾 全部都要 套用 下方的東西 點選他之後 他會幫你把該有的標註 加進去 全部打勾 確定 對不對 好 是不是做好了 標註就結束囉 好 再來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是 今天如果 以這個圖形來說 客戶跟我講說 張先生 這邊齁 我不要36 我要改做30 怎麼辦 如果你在CAD裡面怎麼辦 你這邊已經挖好了 是不是想辦法把它補起來 再重新再畫一個30 可是在PROLETE裡面需不需要 不需要 你對他快速點兩下 他的數據是可以被驅動的 快速點兩下 你把36改成30 客戶要30 我就改成30 然後呢 去重新整理一下 他就立刻縮短成30 有沒有 好 今天我們上面的這個直徑是30 如果客戶跟我講說 欸 張先生 我要改成25 我除了從這邊去做修改之外 我也可以把我的零件叫出來 我針對這個零件 不要啦 我們改高度好了 我們要改成30 你把高度打一個30 他自動就長高 自動長高之外 你再回到你的工程圖裡面看 你會發現你的工程圖 自己就長高了 而且尺寸也幫你改好了 這樣子一來一往 就節省掉非常多的時間 因為同學有做過AUTOCAD 所以你知道 今天客戶如果要你去改 最簡單的 讓你把這段長高 你是不是要改模型 對不對 模型改完還要 你還要改什麼 你還要改工程圖 還要改標註 有些時候啊 我們在公司裡面 如果你不是用類似像這樣的軟體去做的話 第一個你會花很多時間去改 第二個 有些時候你可能是改了模型 忘了改工程圖 或者是改了工程圖忘了改模型 今天你可能是要做那種零件加工的 對不對 CNC要趕快去讀你的程式 所以呢我們可能會優先修改3D的model 然後呢讓CNC重新去跑一次 可能工程圖就忘記改了 心裡想說啊 等一下再改工程圖 結果就忘了 或者是客戶在辦公室等 他可能要你把這個尺寸稍微再修改一下 那我們可能把工程圖改好了 想說模型 現在客戶沒有要模型 我模型晚一點再給他 然後呢 我就什麼 先改2D給他 結果3D忘了改 時間一久 說不定你也忘了 等到後來就會發現什麼 你就會發現你的立體圖 跟你的工程圖那倒不起來 以前我在公司常常會發生這種情形 就是接前人的工作 對不對 同事離職了嘛 啊我把他的工作剪回來用啊 把他把他剪回來做啊 我就會發現 為什麼 模型跟工程圖那倒不起來 怎麼倒不起來 啊到底哪一個對 其實你也搞不清楚 最後怎麼樣 只好打電話請客戶把Sample送過來 對不對 我量Sample最準嘛 然後我才能知道說 到底哪一個是對的 到底是工程圖是對的 還是3D模型是對的 就很麻煩 好那像這樣的軟體呢 它基本上是一個連貫性的 它只要工程圖動 模型就會跟著動 或者是你的模型動 工程圖就會跟著動 你不用怕忘記做一些事情 好所以呢無形中也幫我們 節省很多的時間 好所以呢 這是他在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參數式軟體 跟AutoCAD這樣的一個軟體 他們一個最明顯的一個差別 好 了解一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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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